今天觸波挑戰第一集 就有阿菲TV的台柱過來 只有我一個 所以他也是台柱 你就是唯一的台柱 為什麼會叫阿菲來呢? 其實我們現在開了一個系列 就叫做觸波挑戰 觸波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希望給不同界別的朋友 車界也好 不是車界也好 都試一下玩我們現在GT7 最新的一個遊戲裡面 有觸波挑戰單圈 我們已經做了一架 Reasonable Price Car給你了 很期待 待會就可以試一試 看看你的紀錄是怎樣 因為你無論是最快還是最慢 你也是第一的 也好 也好 不用切手 對 今天有我 葡萄在這裡 還有阿植妍在這裡 看著阿菲待會搞什麼 希望你 待會順順利利 不要炒車 順順利利 我們也收集到一些觀眾的問題 以及我們往後也會請更多嘉賓 去上來這個節目挑戰我們的 Feed仔的圈速 好 開始我們這個問題環子 我們就會問一些觀眾的問題 以及我們會考考阿菲 是不是真的一個賽車遊戲的發小友 其實不是的 所以你不用走 都問一下你的賽車遊戲 是你自己的歷史 好 我會代表一下挑戰 問阿菲 你什麼時候開始玩賽車遊戲 第一次接觸賽車遊戲 當然都是電腦很簡單的遊戲 以前90年代 有些很平面的F1遊戲 我第一隻叫Bow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IndyCar 因為第一隻叫Bow 就是IndyCar Racing 2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因為它的車撞得散 是瘋狂撞爛的車 我記得是 但是如果去到一些比較Pro SIM的那些 真的要去到有買了PS2的時候 才有 如果一來Pro SIM的那些 就像GT 沒錯 其實基本上就是GT 其實已經是 這樣你回答了第二題 是的 第二題我們本來想問阿菲 他第一次玩GT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玩GT應該都是 有一次去我朋友家玩PS2 剛巧他拿了一隻 不是GT的專輯 是TOKYO CONCEPT 只有一兩條Track GT CONCEPT版 是的 我記得當時第一次玩 那條賽道就是TOKYO R246 我到現在為止 整個GT系列最喜歡的就是這條賽道 厲害 青山一丁木 對 對 沒錯 而且當時用的那部車 我記得是一部36號TOMS的Super GT 那個花就是Castrol 拉巴的花 今集也有 今集也有經典 為了做吸花 對 但如果真的自己擁有 就先玩GT3 然後就是GT4 Pro Lock 然後繼續玩下去 其實第一隻叫做真的Full 就是GT4 最近GT7就新出了 那你自己有沒有在家玩GT7呢 那我就很不幸地沒有PS5 但我暫時就不想玩PS4版 所以其實還沒玩過GT7 所以你們邀請我來玩GT7 我是很期待的 因為我很想玩的 沒錯 那我們在這裡抽選了一些觀眾的問題 是的 有位觀眾就問你喜不喜歡冰淇淋 這麼有趣呢 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我都喜歡吃冰淇淋的 冰淇淋能醫百病 我告訴你 吃了之後沒那麼熱氣 沒那麼熱咳 告訴你 那GT7是什麼 我不知道 有人敢問 觀眾叫什麼名 我不知道 這位觀眾的大名叫做 我們為了保障私隱 她的icon就是一個女生 這麼有趣 很奇怪 老婆在看 你已經死了 好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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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問 你Live裡面會不會唱歌 那你看Live就知道 記得看Live 不如問一下你唱什麼歌 你唱什麼歌 究竟有什麼歌可以唱 有什麼提議 不要中版權 不要中版權 只能唱低能的 不想放大 只想放大 被放大 免得抄達 想一下 我們終於有一條是 關於GT 比較關於GT 問你有沒有加PSN ID 如果下來和我們玩的話 我就未必會用自己的ID 我也是會用它提供給我的 但之後如果我 玩一隻遊戲的話 都不排除 可能之後都會和大家一起玩 Sony會不會借一隻遊戲 就贊助一下阿菲 好 好 好 我們抽到最後一題 有位觀眾想問你 會不會有機會和你一起玩 其實我們等一會下來 就有機會一起玩 那我想問 怎樣一起玩呢 其實一起玩很簡單 只要加入我們GTZ的Discord 和WhatsApp 就可以直接和我們一些嘉賓 或是車手一起玩GT7 我們接下來會有很多GT7的活動 和嘉賓計時賽 會叫大家上來 可以一起看直播 和和我們一起網上玩 事不宜遲 你要上車 是的 是的 我們現在捉到阿菲 就駕駛我們的經典的Z Challenge 澳門賽車拉花 不過是一輛Feed仔 還有Hybrid 那你知不知道 這個Hybrid的Feed仔 其實是一輛多少匹的車 我剛才看好像一百多匹 是的 其實一千五四四都不難 還要有電能 即是可以幫助你用電池加速 這麼厲害 所以待會有15分鐘的時間 在竹波這裏 就可以跑一個TimerTag 希望做到一個好的時間 就可以長期居於我們的兵器榜 第一位 好 看看什麼時候 會不會下個禮拜就這樣被人看 你會下個禮拜 我叫誰來呢 叫誰來呢 我叫了盧斯海 那算了 好 應該都可以 因為他小眼 OK 好 你先給自己一點信心 好 好 現在到位了 好 到位了 好 來了 你加油 看看15分鐘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什麼Benchmark時間 讓我大概了解到 我究竟是做得好還是不好 沒有 因為你是第一個駕駛 那沒有辦法 其實竹波這場是一個 大家都以送臨場的跑道 他都收錄了幾集的GT 包括GT4 GT5 GT6 然後一直都沒有缺席過 現在竹波這場都成為了大家 基本上是識輩 還有網上很熱門的跑道 讓很多初階的新手 或者老手都做到很多的搏鬥 現在去到全場 一個最大的回形的中間 一個大時間彎 去登陣 這個賽道 這個Layout 叫做竹波2000 TC2000 這個賽道 因為它是2000米 還有一個1000米的版本 在隔壁的一個小場 那個場 現在都搞飄移 或者電單車 或者是佔卡納多 大家是否很期待 看看飛炒車 這個賽道 也是會說的 GT4 已經有 所以其實 都記得是怎樣的 但當然我以前是手勢檔 所以 對 現在是駕駛我們的TGT2 今代的GT Sport 之後出的GT7軚盤 這個軚盤 回軌力 都是非常高級的 在GT的世界 搶泰 嘩嘩 馬上就 一顆尾 這個圈可以 不用了 這個Time Attack 有些奇怪 我先提醒一下飛 為何 早下角有電 對 因為這車是Hybrid 所以 其實一比實油 是會用電 所以你會多點馬力 但如果你玩完電 在15分鐘之內 你用乾了 你要用時間充電 你才會有快捐足 即是這個上升就是充電 對 但它又不是brake充電 它又不是F1 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 因為它便宜 只是靠放油門 那一刻 做動力 充電回軌 充電回軌 即是F1E 只能放油門那一刻 沒有brake 沒有MGU 所以現在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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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阿菲的 後面都很準 雖然這次我們沒有開輔助 沒有什麼 都關掉了 線位 不過可以拿盡一點 頭輪車 嘩 這裡 小小 鏟了 這個圈 也有些目標 快過之前 半秒 還有10分鐘時間 現在過了3分40秒 嘩 這些情況最適合 讓它分心 王后像什麼 什麼 王后像什麼 王后像什麼 王后像廣場 王后像廣場 嘩 懂 王后像廣場 因為王后像廣場 有沒有像廣場 有沒有像廣場 什麼像什麼 沒有 王后問到雪櫃冷笑 Shit 王后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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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D 這四個麵包裏面 哪個麵包最苦呢 師傅 我為什麼會懂 你真的太看小我了 話說有一間名牌店 一折大減價 有個女人走進去掃 但她買完回來就死了 究竟怎麼死呢 活該死吧 她真的背了所有這些連結 我不知道 我好緊張 為什麼NDS會比PSP更強 為什麼 因為NDS可以屈機 這個真的 為什麼PSP可以比NDS更強 為什麼PSP可以比NDS更強 屈機接著是 不懂 因為PSP可以屈爆機 但我不明白 因為你屈完之後會不會爆 你老婆有沒有打GT 她肯定沒有 沒有打GT 她肯定沒有 小心她看你的節目 看我們的節目 沒事的 這裡是難案 我告訴你 什麼有事 直言你坐在我旁邊 我已經死了 我今天說我只是跟Pluto玩的 本來是 你太惡了 為什麼不可以在船上說笑話 因為它是海嘯 是不是很爛 來啊 快點 13秒14秒 嘩 2 1 好 好 完成 完成 你的Average 的Left Time 除了你幾千充電 以及你 車子出去之後 都保持1分15秒 應該很快會被人打飽 OK的 很厲害 今天就很感謝阿菲 上來我們第一次的捉球挑戰 做的圈速都很快 希望下次的嘉賓 很快可以破到你的紀錄 你再上位 上冷的 我才算做牛角落 玩的 拜拜 拜拜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GTZ的內容 就快點訂閱ZETCHALLENGER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留言和LIKE 下次再見